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穿得随便一点呢 会被说成是失礼 如果穿得土一点呢 到老板那儿 会因为我年龄大了而不被赏识 所以我只能勉强自己了 我一直在想 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是不是 我真的上了年纪自我意识过强呢 都是我一直在说 我是不是真的老了 我店里汽车不错吧 但抱怨人很多 什么性能问题啊 使用起来不方便了 性价不宜又怎么样了 说什么都有 但是我喜欢他们品头论寸 你商品哪有没有瑕疵的 正因为不完美 所以我觉得可爱 人也一样 没缺点人会让人觉得不舒服的 对吧 我喜欢倔强的 爹爹不休 受不停的你 全部我都觉得很可爱 继续 回来了 回来了 这一天啊 累死我了 我给你 做了牛尾汤了 我吃过了 你吃过了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回来晚上就不要等我 你看你 那天你烧一喝牛尾汤 我今天给你做了你又不吃 对不起啊 咱们找时间 出去玩玩吧 比如看个芭蕾啊 看个电影啊 你想干什么 你说吧 我陪你 大人你要不想去的话 那就算了 谁说不想去了 行 那就这么定 心滚了啊 洗澡去了 洗澡去了 贾苏姐 你怎么还不动啊 大家都去嘛 走 都去停课 就等你了 好的 马上到啊 好 来 给你介绍了多少对象 你都看不上 有的连见都不见 那你倒是还想不想找呢 当然想找的 你还想找什么样的 您介绍那些人都太年轻了 没有文化底蕴 什么意思 难不成你还想找个百年老头 有对眼的就找啊 哎 这么多年轻的不找 非要找个老头 老头就有底蕴哪 老公老公 那就要找个老的 人哪 上岁数 生活经验就丰富了 历史阅历就深厚 对吧 马王队 人生阅历丰富 历史经验厚重 全身都是历史 千年老太 给你当媳妇 你要吗 你就没听明白我的意思 咱们给儿子女儿找对象 你首先要摸清楚 他们好的是什么 他们有什么特点 咱们贾成 从小就练母情节 现在好多了 简单了吧 妹妹 她就有个练父情节 那我呢 我什么情节 你练母情节 你从小到老就 等等等等 你呢 你什么情节 我没什么情节 我看你啊 练骂情节 一天不骂你就浑身痒痒 说得对 妹妹你不知道啊 你爸爸挨你妈的骂 要比你爸爸挨你爸爸的妈妈的骂 要多得多得多 打是亲骂是爱 精辟 放屁 谁呀 这么早 左科长了 您快请进 快请进 爸 妈 你看 左科长来了 左科长 您怎么这么早就来了 您们不是说 不抱不当外人吗 叫我想什么时候来 就什么时候来吗 我早上起来跑步啊 想着想着 我就想来 所以我就来了 那您您吃早饭了吗 还没有 我们这都快吃完了 您要不嫌弃的话 凑够吃点 要不您接着跑去 我今天就不跑了 运动已经超量了 超了就别跑了 再超的话尿酸值就上去 对 来 到底就上去了 那个 那坐下吃吧 不把我当外人 我就吃点吧 来来来 左科长 您看您这一头汗 要不我带您洗洗去吧 洗洗洗洗 对不起啊 我洗把脸 这什么情境 这不拿自己当外人情境 我得给他断碗气 爸 妈 那个 我上班去了啊 我先走 那你 你不 你不陪上了 我 我真有课呀 我不是 你看 洗得真舒服啊 你们这水太大了 想起来了 我找我妹妹还有要紧事呢 我 我得走了 不是 您 不 不 不 那来 走啊 您坐 慢慢吃 慢慢吃 那您 您请坐吧 妹妹 你干什么 今天你还想上班啊 上班啊 那今天怎么能上班啊 我今天怎么能不上班啊 那 那 谁这陪着她说话 那 那 不是还有您跟我妈呢吗 爸 来 你们呀想怎么聊就怎么聊 反正啊 她就是想好好跟你们聊聊 聊 聊 聊什么呀 聊 您看 真不好意思 都是一些圣子 没关系啊 您千万别把我当外人 是没把您当外人 我本来就不是外人了 是啊 您本来也没把自己当外人 对对 姐 大姐 好 美美真的上班去了 上班去了 她怎么这么不懂事啊 人家领导来了 你看 她又不回来陪一陪 不用 不用 由我来陪你们二老就行了 什么 谁是谁的二老 你们 是我的二老啊 我们是你的二老 你坐下 你就让她大破杀魂到底吧 大姐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爸 爸 别叫 千万别往下叫 叫了会出人命的 她立马就会得心脏病 我立马就会得脑溢血 放开她 我倒要听听她说出什么了 我要放开了 别着急 慢慢说 欲速则不打 说 是这样的 我和美美恋爱了 我即将成为你们未来的女婿啊 是 妈 妈妈 妈妈 你别叫了 怎么了 快 怎么了 怎么能这事 赶快走 掐人住 小冬 小冬这怎么了 快快快说话呀 他们 瞒着我喝几会儿来 把我一个人蒙在鼓里敲 他们 谁啊 他 还有他 我这么老看 我求你 帮我一件事 你说 快点看病状 把这科长给我打出去 别打不成病了 康叔叔 你叫我什么 康叔叔 大兄弟 没有这么骂人哪 你这么叫 你折了我的大瘦啊 左小冬坚信 做饭是最实在的表达 比说漂亮话强一百倍 吃好了 吃的人 肯定会体会厨师的用心 吃好了 他们的嘴软了 心也就跟着软了 小冬啊 该吃吃 该喝喝 你们吃 你们吃 我不着急 没说你 我说你这名字能不能改改啊 这小冬是你叫的吗 康叔叔 我结了婚就改 你能不能闭嘴 老康接着说 小冬啊 该吃吃该喝喝 吃完喝完 该骂骂 该说说 老康说得对 闺女啊 早晚是人家的 身体永远是自己的 爱惜身体就是爱惜自己 吃啊 家大倩 你给我听好了 嗯嗯 你闺女和她结婚之时 就是我和你离婚之日 今天呢 咱们说说美美的婚事 是 光达啊 你是大姐夫 我知道你挺忙的 可是呢 你是个文化人 见多识广 你小姨子的婚事 你是不是也该关心关心呢 妈 应该的 应该的 您就说吧 还有贾成 妈知道你很忙 又挺难的 可咱们家里除了你爸 就你一个男人了 你二姐的婚事 你是不是也得 是 你说得没错 这以前爸 对二姐关心得比较少 今后我多多关心 大家都看到了吧 那位老先生 老同志 得了 左科长 您自己介绍吧 我叫左小冬 和伯母同名 伯母是大小的小 冬天的冬 我是小人的小 冬瓜的冬 这不一样吗 你闭嘴 字虽然一样 意思可差远了去了 你闭嘴 我们家庭会议 让家庭成年先说 还是我自己说吧 这位左科长呢 是我对象 我们是一个月以前认识的 一个月以后要结婚 我们是真心相爱啊 不图功利不图钱财 死了都要爱 就这么回事 支持得股掌 到时候给点礼钱就行了 反对的断绝往来 给钱都不要 好 小姨 你太牛了 我顶 李冲 坐下 大娘还没发表遇见呢 大姐 你什么意思啊 我 我当然是 赞成你个人的遇见了 小姨 我也顶你 我说啊 你们俩都顶完了吧 顶完了就闭嘴 是 光大呀 说说你的意见 要我说 现在这个社会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啊 太功利 是吧 找一份真爱不容易 尤其是美美 这么多年 一直为了寻求真爱 不惜虚度了年华 所以呢 怎么 你也顶 我 我不死顶 但是我支持实施他们 恭喜恭喜他们 我说两句 你别说 坐下 我们家庭会议 家庭成员还没说呢 家庭 你说说 你妈就想听你的意见 我的意见是 是 这感情啊是两个人的事 只要自个儿乐意 自己的事自己做出 我坚决反对 你们这不是合着火气你妈吗 你看看你妈那脸色 都惨白了 这不是要她的命吗 好 妈 没事吧 妈 没事吧 没事 没事 我死不了 我算什么呀 你们大伙都同意 你也许是不敢说真话 也许是不负责任 我还能说什么呀我 妹妹 恭喜你 找到了真爱 你还孝顺呢 你不但给自个儿找了个老公 还给你爸找了个老哥们 好啊 好啊 等你结婚的时候 我把财产全给你 连你爸 一块儿给你 我跟他 离婚 爸 您说什么呀 确实能见一下 老坎啊 顶吧 也就你 能顶我了 这个我不能顶 以前你们就见过便是吧 见过 什么时候 就你和康泰进城跳舞的时候 趁我不在的时候 安排和他见面 那这是事实 事实是你在耍阴谋 对 跟他见面就是阴谋的第一部分 然后 让他以科长的名义 到咱们家来串门 这是阴谋的第二部分 再安排他给我做刀削面 博得我的好感 那这是阴谋的第三步 阴谋的第四步 就是逼迫我接受 让他当面叫我妈 不不不 这可不是阴谋的第四步 我根本没有安排他叫你妈 谁知道他着急 我本来想过个一年半载的 他再叫你妈 没想到他 亏你说了出口 一年半载 等他抱个小老头 回来见我的时候 小的叫我老 老的叫我妈 这 什么事啊这是 说实话 我希望他永远不要叫你妈 为这事 我还跟妹妹探讨过 可是妹妹一意孤行 一定要这么办 你说这我能怎么办呢 这是人家的事 咱们只好依着人家 老板 你看 我知道 你学软狂不舒的 我要把褥子撤了 你摸摸软硬合适不 行了 行了 就这样了 那可好 从今天起 我就陪着你一块儿 练硬把床了 从今天开始 你到沙发上去睡吧 你 你 你说什么 我 我放着好好的床 我为什么办 现在就去 那不 我 为什么 和一个阴谋家同床共枕 我害怕 我早成了阴谋家了 我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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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看完电视 要是不想睡的话 到楼下 关心一下老头老太呗 我妈呀 把离婚的话都说出来了 我爸肯定很伤心 他们听你的 你去关心一下吧 行 看完这点 要不就让贾成一起去吧 行 我知道了 早点休息吧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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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哥 有事吗 你姐啊 担心老头老太太吵架 让我下去看看 你们没事 咱俩一块 妈 走吧 这婚还敢结吗 你那是中了我妈的奸计了 她也就是那么一说 可她已经说了两次了 十次又怎么样 你什么意思呀 拉倒 我是说 妹妹 咱们是不是再考虑考虑 考虑考虑 那不还是拉倒的意思吗 没有 没有 我说的考虑的意思呢 就是说 我们既能够结婚 她们又不离婚 我告诉你啊 左小冬 咱俩就是结了婚 她们也离不了婚 那万一我们结了婚 她们离了婚 我们怎么办 她们怎么办 算了 算了 这事我跟你电话里说不清楚 看来你是真有想法 你马上 过来面谈 过来面谈 出租都没有了 出租没了怎么了 你不能跑步过来吗 跑步跑到你们那儿去啊 那不得跑两三个小时啊 完了 看来你是真有想法了 你一定是有想法了 这么点时间 你都不愿意付出了 还指望什么一辈子 拜拜 拜拜 泡沫 全是泡沫 进入危机全球变暖 通货膨胀 爱情缩水全是泡沫 世界真的到末日了吗 这什么路子 什么路子 兴许那老东西欺负他了 不可能 说实在的 我二姐这两年呢 越来越神经质了 所以得赶紧找个人 把她嫁出去 不得这个老姑娘 疾病很危险 没事 没事 这世上啊 不定发生什么事 男的和女的啊 就这个男的和那个女的 他八干的打不着 星星就成了两口子 岁数大了嘛 妹妹岁数大了 就她一辈子打光过 我和你妈 还得养她一辈子 不光你们得管 我们全家都得管 是吧 姐夫 对 要管 爸 说实话 结婚就两个人的事 人家两个人愿意 咱们就得支持 对吧 俗话说 另拆一座庙 不拆一座庙吗 哲学精品 这个岁数啊 不是个事 也有岁数一般大过得好 你看光大 跟你姐一般大 人家过得怎么样 事业有成 人长得漂亮 家庭和睦 子女孝顺 她特别是有一条 她没绯闻 谁听过 她有绯闻 妹妹这个 长得这个 岁数大了点 有点像我了 不 她 她没我长得好 但是呢 她会对妹妹非常好 哄着 逗着 养着 骗着 多美的事 是不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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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倒真是 退一步海阔天空啊 跟秦始皇似的 高枕无忧 起来 起来 你给我起来 你给我滚起来 这 这 这怎么是你啊 你 你怎么睡这儿啊 我 我怎么知道 我都不知道我睡在这儿 那我想想想想 我昨天是跑步来的 跑了以后我进屋了 他们在喝酒 别让我喝酒 喝着喝着我就 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他们人呢 美美呢 美美 你给我出来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走 走 往这 往这 往我那插 走 还行 往上 还不错 不错 我比我刚学习时候强多了 我真没想到你还有这天的 我要知道我怎么开发你了 省得我跟小冬跳老彩的脚 我也不知道我有个天子 这前面 你又吹上了 你让我教你跳舞 你这就想突然给他一个惊喜 然后再跟我套套近乎 这 这跟离婚没什么关系 那离婚呢都是后话 这个家庭呢 他两口子得有点共同爱好 有了共同爱好 他就有了共同语言 嗯 干嘛呢 他这味儿想跟你找共同语言 来让我教他跳舞吗 以后我不跳了 那为什么 去里组织了一个老年和尚团 缺一个男女领唱 找到了我 我又推荐了你 怎么着 你想不想去 去呀 走吧 这就走啊 可不是吧 人家等着咱们呢 老师啊 你这刚跟我学会跳舞 他又改唱歌了 唱呗 老师啊 你怎么还没走啊 你怎么还 还没走啊 我这 我这不是等您吧 等 我干什么 等 我干什么 鞋 穿错了 错错错错了错了 昨晚上喝大了 今儿早上你起来 一会儿都把你的鞋穿上了 让你等到这会儿 没关系 鞋也弄脏了吧 没有没有 家里一个人都没有 都上班去了 昨晚上 你跟妹妹说什么了 把她气成那样 哎呀 我就说了 我就不愿意 我们的结婚之日 是你们老两口的离婚之日 就这句话 她就急了 给我打电话叫我跑步过来 我就摸着黑 深一脚浅一脚地跑过来 结果呢 话没说几句 你几杯酒就把我撂倒了 妹妹这孩子啊 失过恋 受了刺激 这么多年一直也没谈 不过定根还是落下 这点能担待她 能 我思想早有准备 美美是个好姑娘 那是我的闺女吧 行了 啥也别说 赶快到学校 跟她好好聊聊 是 我们跑步到学校 我的尿酸汁现在 是什么 尿酸汁啊 别尿酸汁了 赶快去吧 好 跑步到学校 走 向前向前 我前几天让你帮我办这事 你帮我办了吗 怎么下山的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什么事啊 你该不会忘了吧 就我离婚那事啊 你考虑清楚了吗 你们都这么多年夫妻 孩子都这么大了 你是谁的朋友 谁的律师啊 咱们直截了当地说吧 希望你把萧远给杨璐 如果不能调解的话 只能通过法律手段来解决问题 他还打算上法庭吗 我也认为没有这个必要 但是杨璐说了 你们之间的事情 必须要通过法律手段来解决 他究竟想解决什么问题啊 他就希望你把小远的抚养权给他 至于赔偿费 还有小远的抚养费 都不需要你来担负 你们两个的共同财产 就是这个房子的一部分房产 还有你们银行的定期存款 他考虑到你们家的情况 这一部分他也决定放弃了 我都没打算离婚 他有什么采展分配问题啊 但是杨璐坚决要离婚 可是我坚持不离婚呢 所以说你们两个问题 只能通过法律手段来解决 杨璐说了他要当即立断 不是你了解我们之间的问题 在哪儿吗 我了解 但是 我是作为杨璐的代理律师来的 你们两个感情问题 不在我范畴之内的事 当然不是我不关心你们 你是不是觉得这事太突然了 一点都不突然 离婚这事他早就说了 只是我没当真 但是我是千想万想没想到 他用这种极端的方式 来逼着我离婚 那你是什么态度 能什么态度啊 我坚持不离婚 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 小远你可以暂时给杨璐 但是离婚的问题暂缓 你错了 从现在开始离婚这件事 我可以慢慢考虑 但小远的抚养权 我绝不会给他 我会展告给杨璐呢 杨璐派他的律师朋友找你来的 什么事 不是 不是什么呀 说 您把我下 保险出事了 之前给小远买了个保险 出了点问题 杨璐派要他的律师朋友来帮着 搞搞清楚是怎么回事 这保险是我买的吗 真的 我骗你了 小婶 我说什么来着 保险出问题了吧 当初我就说 这家保险公司不靠谱 你不信吗 我跟你妈那保险也有问题 什么问题呀 当初说是保险五年 他们让保十年 还说这个 年份越长回保越高 我说你看我这模样 我还能活十年吗 过来一小姑娘 你说她说什么 大爷 看您这经济神啊 甭说十年 二十年五十年都能活 这我这一直也薄弱 没进度忽悠 借您的老红二年的龟 你没有一片 行 我带着你咱一块披披披 我算是看出来了 你们俩 默契配合 我这刚问的节骨眼上 白双保险 谁忽悠你们 行 行了 我赶紧上去了 走 老师 老师 最近是练唱歌呢 还是练跳舞呢 你是问王八还是问龟 我那年头唱王八也行 龟也行 不是 你说 这两口子 杨龙 你委托的律师 今天来过了 谈得怎么样 既然你已经走出这一步了 我就想坐下来 再来好好聊聊 我要跟你说的话 苏可不都已经跟你说过了吗 你当初提出的离婚理由 不就是因为我一心 投入到工作上了 是一个工作坑 忽略了你和小允的感受吗 我现在已经改过了 你真的改得了吗 我希望咱们能够心平气和地 坐下来好好谈谈 我对你还真不是太有信心 不是 你看都没看 怎么知道我没改呢 不是 不管怎么说那这段时间 小允是我一个人待吧 而且待得很好 我现在很顾驾了 这可不太像工作狂 干出来的事了 我就不明白你为什么 那么执着废得跟我离婚呢 是不是有别的原因呢 别说跟别人好了 佳成 你太无聊了吧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 跟你离婚 是非常明智的选择 来 来 来 喂 哪位 你好 邱老师 什么 小允 她怎么样 爸爸 我脚疼了 小允今天下楼梯的时候 扭了一下 脚脖子肿了 班里的另个老师正好休假 我这边又有这么多孩子 我实在走不了 你看 你能不能带小允 到旁边的医务所去看一看 医务所这什么 不用去医院的 我建议先去医务所 看看是不是伤到了软组织 如果伤到了骨头 咱们再去医院 行 那我现在就过去了 来 小允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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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去了啊 骨头没事 只是扭伤 删点药就好了 谢谢大夫 到底怎么样你跟我说说吧 公司开会有我的发言汇报 结果呢 小允的脚给崴了 我处理完这事再赶回公司吧 公司已经散会了 你说我备不备吧 那你干吗费力要辞职啊 我不辞能怎么着啊 当初公司裁员的时候 我裁了几个日本员工 那其中有一个就是 总经理的亲戚 他对这事一直耿耿于怀呢 今天我不辞了他 明天他就得辞了我 你说 我干吗 我丢了工作又失了志气 没必要嘛 那小日本吧 志儿 你到我们公司来 虽然工资小点 给钱不多 但你干得舒心呢 你志儿再骑离着马 工资倒是其次的 我确实得赶紧找份工作了 要不然我妈知道了 我为之奋斗 五年的工作突然没了 又得地震了 再加上小允的事 都烦都烦死了 不是那杨禄到底什么意思啊 你志儿你等得气消了 你再找他好好谈谈 不用 等我自己先想明白再说吧 什么都别想了 明天我就去跟你一块儿 咱们找工作去 行了吧 你也刚到公司不久 省得跟你添麻烦了 行了 一会儿我先借小远去了 贾成啊贾成 我真是为你感到被爱呀 怎么说 由一个堂堂的外籍公司主管 一下变成了一个家庭 平复难了 悲哀啊 悲哀 都过这事 我真是重新认识黄东风了 我现在算知道 他为什么工作做得那么差 全是家庭给闹了 走了 悲哀啊 悲哀 孤独啊 孤独 有了 都过了 喂 哪位 喂 小舅嘛 我大满 有事 你赶紧来一趟吧 行行行 那我知道了 好 喂 邱老师 对不起啊 我临时有点事 所以不能过去见小远了 你看方不方便把小远 我先带到你家里待会儿 晚点再过去见他 好 没事 不麻烦 喂 董阳 今天我这边有个孩子爸爸 不能来了 我得陪着他 你说你是个幼儿院老师 又不是保姆 这孩子一下课 不就跟你没什么关系了 我都答应人家了 破面了 那这样 我 我现在陪你去好不好 不用了 咱们还是改天再约吧 行 那好吧 好 拜拜 好 小远 跟我回家好不好 爸爸晚点再来接你 他总是这样说话不算坏 她说以后不知道 结果还是知道 你想啊 爸爸要工作赚钱 要不然怎么养你 怎么能给你买玩具呢 是不是 好 小野 咱们回家 走 其实今天叫你来呢 有两个意思 一来呢 我跟晓晓是通过你认识的 要对你表示感谢 二来呢 我对你 真的感觉到抱歉 我的工作很忙 没有时间天天陪你一个 千金大小姐一样的女孩 我更需要的呢 是像晓晓一样的 一个闲逆住一样的女朋友 祝福你们 其实呢 我真的衷心祝福你 能够比我跟晓晓还幸福 不过小野啊 我真的要说说你 你的大小姐脾气啊 能不能改一改 你说说 每次约会都迟到 不管在什么地方 到别人去接你 更恐怖的是 为了一颗冰激凌 能跑遍整个北京城 我想 恐怕没有哪个男人 能够忍受你这一点 你错了 这就是真实的小月 也是童真的小月 都说情人眼里出西施 你觉得忍受不了 小月的大小姐脾气 可是在我看来 这恰恰是当倔强可爱的一面 也许是咱俩欣赏角度不同 也许是你对小月的爱不够 你今天可以为了 身边这位小鸟一人的姑娘 放弃小月 我相信明天 你也会为一个 有独立个性的女孩 放弃身边这位 但不管怎么说吧 我得感谢你 因为你的退出 将成全我和小鸟的爱情 我会一直喜欢你 像这样的喜欢你 像这样的喜欢你 清晨喜欢微露的晨曦 像月光连黑夜的孤寂 我会一直喜欢你 像这样的喜欢你 像遇见喜欢成三满步 像动雨拥抱雪花轻舞 像动雨拥抱雪花轻舞 这是一生只有一次的爱恋 哪怕你有放手的勇气 这是对你拥紧权利的爱恋 只要像这样喜欢你 我会一直喜欢你 像这样的喜欢你 像一件喜欢春散漫步 像冬雨拥抱雪花轻舞 这是一生只有一次的爱恋 哪怕你有放手的勇气 这是对你拥紧权利的爱恋 只要像这样喜欢你 这是一生只有一次的爱恋 哪怕你有放手的勇气 这是对你拥紧权利的爱恋 像这样这样的喜欢你 对你拥紧权利的爱恋